例如20度 設施20度等於華氏幾度 比例相同 好 0度C等於32度F 100度C等於212度F 20度C等於X度F 比例相同 全部有100-0 我佔20-0 全部有212-32 我佔X-32 這個是同一個液體 跑跑上上下下 液柱的高度 所以這高度的比例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寫成這樣的式子 全部100-0 我有20-0 全部212-32 我有X-32 這個比例會一樣 給列式 列式完了 理化就結束了 物理就結束了 後面叫做數學 小學就會了數學 算完它就沒事了 68度F 所以就是68度F 這個時候比例相同 那麼未來的考試它不見得變成度F 它會制度制定一個高式溫標 比如說 0度C的時候對的是-32 100度C的時候對的是212 或者是什麼樣 然後開始問 或者是我們做時間的高度 20度C的時候高2公分 80度C的時候高6公分 請問你5公分是幾度 但是不管它怎麼寫 觀念是一樣的 就是比例相同 比例 台式溫標 0度.20K 背鐵180K 請問你60K幾度 好 0度C對20K 100度C對180K 那請問你60K幾度 請問你60K是幾度 好 60K幾度 停車戰界問 請問你60K幾度 王贏 王大哥贏 25 請坐 你說25 比例相同 全部100-0 我有Y-0 全部180-20 我有60-20 好 這樣 比例一樣 所以練4 100-0 Y-0 180-20 60-20 數學 算他 25度C 所以答案是25度 這就是練習1 練習2改成 就是我們做實驗的幾公分 20度C的時候高2公分 80度C的時候高20公分 30度C要高幾公分 就是我們做實驗的時候那個 做那個實驗 20度C高2公分 80度C高20公分 請問你30度C高幾公分 幾公分 請問他應該是多少公分 多少勒 有沒有可愛 這個人不在了 這個人也不在了 這個還是不在 為什麼抽三個都不在 謝慧珍 謝慧珍 你多少 5公分 請坐 來 5公分 5公分 花圖 全部有80-20 我有30-20 全部有20-2 我有Z-2 OK 比例相同 80度-20度 我現在30度 我有30-20 我有 全部有20公分-2公分 我現在不知道多少-2公分 所以比例相同 寫上去 劣勢 然後就開始做速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出來了 5公分 這叫做練習 0-2 這個題目非常簡單 大考試到這些目前基本上沒考過 因為太簡單了 但是你還是要會 叫做溫標的換算 我們的觀念想法就是比例相同 全部有多少 我有占多少 左邊等於右邊 兩個比例是一樣的 這樣就可以做好溫標的換算問題 OK嗎 OK 嗯哦